嘿大家好,我是泡泡 今天我们来说说江西南昌 南昌是个很有烟火气息的城市 这里是革命老区英雄城 我今天仍然记得 我有一次在八一广场参加一个纪念活动 当时心中生腾起来的那种庄严感和神圣感 而且我特别喜欢南昌的美食 比如说瓦罐汤和南昌拌粉 并且我认为南昌的粉在所有南方城市里面是最绝杀的 总之南昌是一个生活比较安逸 会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城市 但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说南昌的人才正在流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逃离南昌 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于是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 总结了几个原因 为什么南昌留不住人呢 有以下这几个原因 原因一 就业环境 因为我是职场博主 所以在分析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会着重在就业这个层面来分析 南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很大的产业集群 导致没办法就一个产业快速吸引大的上市公司来 所以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南昌的就业支柱是建筑业 其实南昌现在有几个产业也有一定的基础 像医疗器械 航空业等等 而且自前几年开始 也有发力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 可是南昌非私营单位的信息软件从业人员总人数 依然还是中部省市当中最少的 在南昌最好的工作是体制内公务员 但是私企的大环境相对差一些 尤其是优质的私企少 高端的职位岗位占比少 很多都是一些职能岗位 像销售岗啊 服务岗 包括文员之类的 私企除了那几个头部企业 真的很难找到各方面都平衡的工作 单休大小周的工作一大把 特别是服务岗都不签劳动合同 入行半年一年才签劳动合同的更多 即便是头部企业 无险一金也是按照最低标准来缴纳 于是乎 这让在南昌的年轻人求知欲望大大的降低了 江西每年高考大概有6000个985 这说明什么 不是没有人才 是人才留不住 江西的人才政策每次也都比别的省市出台的慢 我一个南昌的表弟 他是17届的大学生 他说他们高中同学念985的 基本都没有回南昌工作的 要么考研 要么就去北上广发展 原因二 工资低 生活成本高 其实南昌的物价成本并不高 物价不是贵得离谱的那种 比如我刚才说到的去吃东西就很便宜 在这里说的生活成本高呢 指的是跟工资比 南昌的整体工资水平是不高的 底层工作呢 平均底薪三到五千 中层呢 差不多7000到1万左右 我看过一个调查表是中部五省会城市工资的一个对比表 南昌市的平均工资竞争力不强 总体而言呢 处于五省的中下水平 我有个朋友 他本人是985毕业的 在南昌工作7年了 之前月薪一直都是5000左右 据他说他身边的一些留在南昌的985 211毕业生的朋友的待遇呢 也普遍不高 后来我这朋友都去了一个新一线城市 年薪就是20万左右 还有就是南昌的房价 有些人觉得不高 有些人觉得很高 前几年倒是涨得很厉害 今年跌了 但平均房价呢 也达到了1万2 红谷摊的房子呢 均价差不多超过了1万7 但是隔壁的长沙呢 均价1万出头 最贵的区呢 房价也差不多1万3左右 房价也是让南昌年轻人很难有消费能力的一个原因 觉得消费不高的 基本上都是本地人或者靠父母解决房子问题 并且没有房贷压力的人群 另外南昌的彩礼真的是很高很贵的 江西彩礼贵呢 在全国出了名的 据说南昌的彩礼要到二三十万吧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南昌彩礼不下降呢 江西的各项指标呢会稳步上升 靠彩礼呢大力发展消费和经济 原因三 城市资源相对少 城市资源包括很多方面 比如商业资源呢 教育资源呢 交通资源呢 旅游资源等等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 先说教育资源 南昌是缺乏的 没有好的理工科大学与专业 高校太少了 211呢 只有一所 985的院校没有 南昌大学虽然整体发展还可以 但作为省属211与顶尖大学的差距呢 仍然十分巨大 再说交通 南昌的公共交通设施太拥挤 老城区修了坑坑洼洼 坐公交机也没有直路 私家车到处停 路上非常堵 高峰期电动车也多 本地人都说 建一个地铁就要建很久 近年来呢 眼看着其他城市依靠互联网力量 成为了网红城市 南昌呢 却依然寂寂无闻 其实南昌有着丰富的历史底蕴 数不胜数的文化标签 但长久以来 南昌没有好好经营自己的城市 在营销上呢 也做得不是很好 这些年一直没有破圈 对文旅业的关注度 那是少之又少 对比西安 重庆 成都等网红城市呢 南昌就显得落寞了很多 原因四 南昌的民风 南昌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城市 延续传统带来的 也是民风的保守与思维固化 比如守住一亩三分地 小富基安的思想较为普遍 南昌人说话语气比较冲 听起来像吵架 骂人的节奏呢 一扬顿挫的 骂人的词汇又多 但其实你深将会发现 南昌人挺好的 还挺讲义气的 有人说南昌人不遵守秩序 骗子多 很多坑蒙拐骗之类的 比如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人吐槽 他说他去南昌出差 晚上去买包烟 五块的白沙给了五十 结果呢烟是假的 找回来的两张二十的 也是假的 连五块都是假的 当然这个只是个例了 而且全国哪都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所谓的说南昌的 有些人没素质 这是指以前的 部分老一批的素质偏低 尤其是以出租车司机为代表的 那些人 导致给人留下了 南昌人素质偏低的印象 因为巨载啊 不打表 绕路啊 司机标脏话等等 都是家常便饭 但随着年轻一批人的长大 南昌真的变得好很多了 大家说话都非常客气 也非常的有素质和礼貌 好 以上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离开南昌的四个原因 不知道你们认同吗 当然我们只是总结了四个问题 南昌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缺点 也有自己的优点 我一直认为在哪个城市生活呢 一定是看缘分的 比如说演员 比如说你跟这个城市的适配度 能不能适应当地的文化 天气 饮食 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等等 所以有人离开 自然有人进来 有人进来 自然有人离开 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的呢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